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小黑 今年終於完成 遠征福壽山千元的櫻花了 凌晨4點半從家裡出發 抵達這裡已經是早上8點 中途女兒還暈車吐了一下 真的是每次開來這裡都會暈車 門票100元 同一張票還能進到福壽山農場及天池 一進入口後 就進入了櫻花廣場的賞櫻範圍 空拍來看的話 可以明顯看到櫻花的圖騰喔 3月4號拍攝 櫻花廣場的花礦明顯已進入尾聲 很明顯能見陰吹雪的現象 這片櫻花在2005年培養種植 2019年正式開放參觀 至今已經開放第5年囉 千元種植了將近6000多株的美麗櫻花 光是富士茵就佔了3000多株 櫻花的品種更是高達15-15種 可惜一早過來是陰天 拍到快10點才放晴 讓我們繼續往前走 能看見這條小路 被兩旁的櫻花給包圍住 千元櫻花盛開的時間 大約都在每年的2月下旬到3月中旬 2月下旬盛開的是粉紅富士茵 3月中旬則是白色及野音及大導音 由上往下拍攝的角度也非常的美 同樣的角度有陽光拍攝是不是又更不一樣了呢 從這個角度往外拍 從這個角度往外拍 可以一攬整個櫻花廣場的美景喔 富士茵滿開始 就像是一串串的粉紅花糰 掛在櫻花樹上 夢幻又迷人 前面這個建築物就是 織女廣場 走累了 不妨坐在這裡休息 看著眼前的櫻花美景吧 接下來前面就是 狐獸山千櫻園 富士茵種植最密集的地方 就算距離再遠也要來 就是要來看這片粉紅的櫻花海 3月4號拍攝 織女廣場周圍的櫻花滿開中 蜿蜒的小鹿搭配滿開的櫻花 就是那麼美 這條小路上滿開的櫻花 數量超級多 算是千元早開的地方 已過最佳觀賞期 I don't need to feel lonely I am finally home at last And I don't mind being gone On adventures for a while No, no Cuz the best thing about it Is I know I'm coming back Oh, oh Of all the magic places In the world I've been to This is where my heart is Oh, you know it's true No matter where I go I'm coming home to you Been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So many times my feet No, every breaking stone Could wear a blindfold No matter what I do I'm coming home 往上走可以來到 第二個賞音地點 牛郎廣場 3月4號拍攝 滿開中 I have seen many places Where the beauty never ends 花框應該還能再多撐幾天 這個區域也是人潮聚集很多的地方 都是人 不是好拍 Oh 建議可以到前面的這條小路上拍攝 比較空曠 而且又更漂亮 Oh Love here than I can bear Oh Oh Of all the magic places In the world I've been to This is where my heart is Oh, you know it's true No matter where I go I'm coming home to you Been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So many times my feet No every breaking stone Could wear a blindfold No matter what I do I'm coming home to you And I don't know why Don't know why Don't know why I'm always feeling home to you 往下走可以來到另一個賞音的地方 雀橋廣場 這裡的人潮非常少 主要是因為周圍種植的是大島嬰或吉野嬰 目前約開一城 所以看起來沒什麼花 其實要等到三月中旬 這裡反而才會漂亮 過了牛蘭廣場 才是千英園櫻花最密集的地方 千英園櫻地勢高低的關係 不論是由低往高拍攝 或是由高往低拍攝 都能呈現不同的美 I'm coming home to you 這條櫻花小鏡 富士櫻滿開中 而且今天早上的陽光 忽隱忽陷 超難拍攝 除了能觀賞到滿開的櫻花外 這條小鏡上 還有個隱藏的拍攝角度 超美的 不論是廣角端拍攝 或是長鏡頭兩百端拍攝 都能得到夢幻的櫻花美景 那我們繼續往前走吧 記得要回頭一望 就能看見夢幻的粉色櫻花蓮 公拍視角又更漂亮囉 因為特別重視這趟嗓音之旅 所以全程都使用單眼加上穩定器拍攝 整整拍了三個小時才有這些美麗的畫面 覺得影片不錯的話請幫忙按讚訂閱及分享影片喔 有較高的觀看數才有經費把更多的美景拍回來喔 往前走來到休憩平台 這裡的櫻花已經呈現大櫻吹雪的狀態 休憩平台跟櫻花廣場是復世音最早結束的地方 往下走可以一覽眼前壯闊的美景 往下走可以一覽眼前壯闊的美景 這裡就是觀景平台 最後壓軸的是紅白殿堂 3月4號這裡的櫻花開得最美 呈現滿開的狀態 配音花給包圍住的紅白殿堂 這裡的花礦很棒 會是千音源最後陰吹雪的地方 花礦應該還能維持到3月12期 電塔下沖滿了許多複世音 很多人都爬上去為了與它合影 走到這裡就代表走完千音源的櫻花齡喔 走到這裡就代表走完千音源的櫻花齡喔 就代表走完千音源的櫻花 由於會邊走邊拍 園區雖然很大 但又不會覺得很累 因為心思都被眼前的美麗櫻花給吸引住了 花礦大約能維持到3月12前 之後要來的人建議等集夜音跟大導音 滿開再來就好 來看看被白色櫻花圍繞了千音源 難得都來一趟了 不看到滿開怎麼行呢 謝謝大家 我們下部影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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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請就能快搬 有開門 字幕志願 bardzo沒有 便宜 很厲害 在小五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